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慎的女儿耿格日前宣布关闭推特并做了直播跟网民交流互动 图为耿格2017年夏天从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毕业耿格提供 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慎的女儿耿格日前宣布关闭推特 推特并在12月1日做了一次直播跟网民交流互动 他表示爸爸说的2017年中国将发生一个质变 现在好像有这样眉头了一直在发生大批量的事情 然而每天从推特上看到这些消息令他感到沮丧和心痛 让原本睡眠品质不佳的他更难入眠 火灾清理低端人口红黄蓝事件 神给我的一个经历 等格25岁小明格格英文别名 Grace Gall去年刚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获得经济学士学位 镜头中的他脸上不时堆起笑容 看起来开朗大方 很难相信他患有严重抑郁症 因为他的父亲是政治犯 他也成为他这一代人中受苦比较多的孩子 小时候也会想为食妖是我 长大以后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经历 所以大家不必为我的苦难感到难过 我是开心的 这让我成为一部战车 有毅力 任性 或说是使命也好 因为我没得选择 2008年 15岁的耿格和妈妈 弟弟逃离北京 偷渡到泰国 之后在2009年3月到了美国 初期他们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很辛苦 到处借住 也睡过睡袋 睡过地下室 后来有自己小小的空间后 耿格也开始出去工作了 他去餐厅洗盘子 去超市 做促销 去卖过衣服 奶茶 去做了所有他这年纪可以赚钱的事情 在中国时 耿格每天挨打 每天被警察侮辱 而患上抑郁症 到了美国 他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们全家搬到了有较多阳光的加州 怪事不断 耿格说 到了加州没多久发生了很多怪事 比如2015年妈妈开着一辆车 用时速20公里的速度慢慢开回家 突然刹车失灵 然后翻车了 是好心人报警把她从车里救出来 因为没有车库 车是停在路边 虽然是辆旧车 可是三天前已经保养过了 当时我们曾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 他说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有一天弟弟在上网时 他发现我们电脑正在下载一个很大很大的档包 用的流量特别大 引起网络公司的关注 说再下载那个东西是违法的 后来网络公司 过了很久时间调查也没查出结果 他回忆着说 还记得有一年的12月 妈妈在整理报税的东西 很多很多的信不需要的都扔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到垃圾时 发现每一封信都被打开看过 然后还整整齐齐摆在一个铁盒子里面 在推特上遭威胁 这些事情我们并没有指证是谁或怀疑是谁 我们其实只是想要一个平静的生活 尽量不去靠任何人 可是这些奇怪的事情从来没放开我们 他说之前在推特上也有人威胁他和弟弟 似乎对他们家资讯知道的很多 第二天弟弟去上学后 我接到学校电话 说弟弟觉得他有生命危险 让我立刻去学 笑接他 我当时是哭着开车去学校的 因为我想尽量保护弟弟 我在他这年纪的时候 受到一些心灵上的伤害 对我来说是一生的痛 所以我不想这样的东西影响我弟弟 2008年离开中国时 耿隔15岁 他弟弟才5岁 就是从爸爸的声明出来开始吧 这件事在学校搞得很大 我们陪他去看心理医生 学校也报了警 从那天起 我就每天都陪他上下学 耿隔说 不管伤口在他身上怎样 都不想延续到弟弟身上 为爸爸祷告吧 高智慎表示 新书2017年 起来中国是他抵抗中共政权的方式 蔡文文 我最近一直在读2017年 起来 中国这本书 现在我也跟大家一样 很期盼这个2017年 看看到底会发生十腰事 这样我才能真正放下过去的东西 真正做我自己 即便想法如此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难过的要关掉推特 高智慎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曾说他做的事情是神让他做的 耿隔说 如果你们问我能为我爸爸做点十腰 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 镜头前的耿隔侃侃而谈 但当谈话触及到心中的伤痛时 仍不免红了眼眶 网民关注鼓励谴责中共 网民的支持与鼓励推特图片 美国时间12月1日中午12点 耿隔在加州朋友家中车库 进行网络直播吸引了 37000多人观看 在推特上给予他支持和鼓励的留言相当多 Vanessa说非常善良可爱情感丰富的女孩 复杂艰难的经历也没有改变你善良的心态 笑得非常灿烂非常难得 Yaksa说高律师所做的牺牲 告诉你们人是有尊严的 在魔鬼的国度里有正义感的人是无法生存的 这些魔鬼的徒子徒孙走出国门也要继续害人 戴着面具装作为善的面孔 Ochina2008说小姑娘很可爱 是政治颤抖的牺牲品 也凸显出共产党没有底线 把灾难或几家人的中世纪流氓政权 Shikarut说她在不经意中透露出的成熟 自然 春节与坚强 让我不得不感到她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一位天使 她与我一样 对2007抱着期待与矛盾 祝福高律师有这样一个好女儿 Yazulian说 从王炳章 道高至圣 郭泉以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为了自己的信仰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与恶魔宣战 而他们的家人也为此付出了成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让人感叹 愿那个邪恶政权早日垮他 让这些英雄早一天能与家人团聚 本个直播连帖 https www pscp tv welpkqpr jblyxp